好 时间来到下午四点 我们要持续关注的是司法最新 这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卷入土地弊案 今天再开积压庭 经过四个小时开庭 法官下午做出了最新的裁定 郑文燦涉嫌贪污罪1200万交保 法院理由说有积压理由 但没有积压的必要 现在检方再提抗告 赶快请赵玉杰来带我们掌握 好 主播带大家来关心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他二度涉贪 这一回又交保了 这一回的交保金多少呢 法官预知是1200万元交保 那么你看到周文燦呢 他1200万元交保附带条件 就是限制出境出海 但是呢他不用到派出所报道 也不用监控 而这一回律师团火速臭到 20分钟内就臭到了交保金 那么周文燦走出来的时候呢 他没有像上一回交保的时候 露出参效 他反而呢是神情疲惫 由律师的摻扶下 慢慢走出地方法院 那么大家很好奇说 这次他的涉谈案件闹得比较大 他有没有对此来发言呢 但是看到周文燦他全程都是不发抑郁的 走出法院呢也是火速的跳上车 对于整个案子的细节呢 他都不想多谈 那么这一回律师团 他们的火速臭到交保金 因为法庭法官预知是1200万元来交保 等于说周文燦第一次交保500万元 他只要再补700万元就好 700万元对一般民众来讲或许是一个天价的数字 但是周文燦的律师团20分钟内就凑到了这700万元 700万元由他的司机拿给律师再拿去聚保 所以整个过程中呢是非常快速的 那么这一回在庭上周文燦说了什么呢 他表示说确实有收了500万元 但是当时的500万元是因为他缺了政治资金 所以呢他才向台塑集团来借款 他也表示这700万元不是收费 那么他在庭上清除的交代500万元从哪里来了 所以法官采信了 法官采信了给予交保 但是检方还是不满 因此检方再次提出了抗告 如果检方提到抗告之后 案子还是会回到高等法院做出才是 也就是说周文燦有可能会再来开基家庭 整个过程有可能会再走一次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回周文燦他涉嫌的弊案呢 是卡华雅科技园区的一块土地9.5公顷 那时候是要变更农地使用 却没想到后面牵扯出一大堆 对此周文燦他是坚决否认说自己有收费 而且法官给出的免积压理由就是呢 虽然说周文燦他有积压的原因 但是没有积压的必要性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检方讲为什么送钱的都压了 收钱的却没有压呢 而法官这边是表示就是因为送钱的都压了 加上周文燦的身份呢 他已经卸任桃源市府的市长了 所以呢他免压 这样的理由检方不满意提出抗告 那么周文燦有可能再次来开集压庭吗 就看后续的司法动作 以上现场掌握到最近状况 再把镜头交换棚内 好现在周文燦涉嫌收贿 贪污出了要面对司法调查 一千两百万交保 外界现在直指的是派系斗争 民进党秘書长林又昌有最新的回应 连线记者张元春 当然关心前海集会董事长 郑文燦的涉碳案是二度被交保了 不过先前传出郑文燦会被调查 是因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 甚至会冲击这个2026的布局 而对此民进党秘書长林又昌出席活动时 有最新回应带来听 我觉得当然现在这个阴谋论很多 不过我觉得这些大可不必 那民进党就是一个 以清联情政爱乡土 这个自我标榜 自我肯定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过 民进党有非常严谨的一个连政的体制 那不管任何的一个案件 我们都会照着既有的一个机制来做处理 现在是这样子 其实过去也是这样子 而其实郑文燦的案子 连政会是在昨天晚间是正式立案了 是裁定说呢 如果郑文燦一旦遭到积压 就会停权 而如果一审判决有罪的话呢 就会被除名 不过郑文燦呢 这一次还是被交保了 对此林又昌是表示说呢 这一切就尊重连政会的决定 而因为案件呢 已经进入司法调查 也尊重司法机关的决定 以上是为您讲过这件事情 时间前头先交换棚